阿弥陀 这是无量寿的意思 阿弥陀佛成佛至今 已经过了十个大劫了 舍利弗啊 阿弥陀佛有无数 已达到升文国位的弟子 他们都是阿罗汉 还有许许多多的菩萨弟子 同样数也数不尽 舍利弗 西方极乐世界 如此功德美妙的景象 都是阿弥陀佛所发的大愿 以及累劫修行的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阿弥陀佛》 请带我去极乐 哪里快乐无有 寿命永恒长了 南无阿弥陀佛 请带我去极乐 那里光明变照 花生莲花之末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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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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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 所以生命天使才提出来 大家多放生多吃素 更重要的 我们去护持全世界在修行的出家人 特别在贫穷偏远的地区 那佛说说 这个是长寿无病更好的方法 进一步呢 我们也做药师烟供 不施药给那些可怜的孤魂野鬼 也可以让我们长寿无病 所以愿大家除了多运动 吃素放生 多供养出家人医药 多做药师烟供 帮助那些孤魂野鬼 愿大家都健康 阿弥陀佛 中华护生协会 与您一起 关心生命 慈爱众生 护持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 中华护生协会 中华护生协会 大家好 我是防疫医师詹佩君 廉价结束后 防疫务松懈 自主健康管理14天 共同降低传播风险 廉价期间 曾前往人潮拥挤的景点或场所 因自主健康管理14天 外出时 请全程佩戴医用口罩 在家时 请维持社交距离 若身体不适 请在家休息 若需就医 需佩戴口罩 请勿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经医师评估后 进行裁检 在确认结果前 请留在家中 不可外出 即使检验为阴性 仍需自主健康管理14天 若无出现任何症状 可正常生活 但请避免出入公共场所 及延后洗牙等 非急迫之医疗 请国人配合防疫 共同谈结 守护家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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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样以后 狗狗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刚进来的狗有一些是非常害羞 或者非常凶的 像这种的我们 像凶的狗一定要先关起来 先关起来喂养一阵子 用爱心给它喂养 到最后差不多一个月以后 它们都会变成很幸福 而且很乖 很乖巧 如果说是害羞的一直躲 一直躲到肠底下 或者那些也是要把它另外关起来 不然它们是食物是吃不到的 所以要另外关起来另外照顾 让它们如果慢慢习惯繁镜以后 也是一样会放出来 我们现在园区也有六百五十枝 分为四区 而且每一区都有一位职工照顾 如果说有狗哥生病 或者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都有拖约搜医师 拖约搜医师会过来 叫我们怎么处理 或者他自己处理 如果严重的话 我们就直接送狗医院 狗的灵性非常高 本性是善良及贴心的 你只要对它好 它都会把你当作自己的主人 所以爱心照顾它们 它们会感受到 也会到回忆给你的 果最主人是非常忠心的 有一句话说 它是你世界的一部分 而你却是它的全世界 希望大家在想要养果时 农用领养代替购买 而且论养时不要弃养它们 让台湾人与果是台湾最美丽的风景 但他们将用程、基地转药 跟台湾一样 选择 就会把调节点放入 工作室 跟台湾一样 聊天 聊天 冬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生命天使与你一起温暖的地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